第五千四百六十八集 夜晨一子 断 继神掌尖翻腹 携带着一往无前的黑子 再次落定 又是一道画面 朱元与太神并肩 昔日的青山少年 脸庞之上多了几分 坚毅与肃杀 眼眸里倒映出崩塌的朱天 万千尸海生疼 碎骨林立 他纵身黑暗 一一杀之 太神立身于废土之上 顶上王冠破损不堪 完美的地印名文 刻在额间 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原始地解的大道之力纵横 金色的符文 激荡虚空 他身后的地势族人 大好厮杀着 回应着天地间的英灵 黑暗中伸出一只手掌 捏合几个法印 万法轻刻间崩碎 那是无无强者出手了 公子 我为你探探前路 朱渊轻声呢喃着 迎着血黄分舞的精血 纵身黑暗深处 随着血雨滴滴坠下 消失在了那尽头 地势一族 随我朱天 海神咆哮着 一改往日的风度和沉稳 见朱渊杀去 他亦是不顾阻拦 追随而去 黑暗之溪如画卷般斩动 遮蔽苍穹横空而立 与此同时 青山人影盗飞而出 精血洒落 若非一方小世界演化 独特的意识气息弥漫 将他遮拢 恐怕青客前就会被斩杀 手持夜晨赠雨的五道轮回图 已踏入五道巅峰的朱渊 不敌 师尊 退 朱渊一声大喝 却是仍然难以改变某种结局 地势一族的众人前赴后继 将生死完全置之度外的他们 追随太神而去 地印崩碎 炙烈的金芒被黑暗无情吞噬 失去指引的地势族人 纷纷倒下 坠入黑暗深渊 那一道璀璨的紫芒 裹挟星河之光暴起 但不过冲出数十丈 便是彻底淹没于黑暗 夜晨二族 断 不过是幻境试探而已 你经丢盔卸甲 如何争着末世大运 你的心之枷锁 斩得不够彻底 纪神谋间古井无波 似乎早已经预料到了这般局面 他自顾自开口道 若是给你足够的时间 倒也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但如今可惜绝了 真正的杀伐 现在开始 纪神二旨代之一子 断然落下 以这大势为盘 众生为子 执掌生杀大势劫灭 你如何挡 演化的诸天战场之上 瞬息惊奇 饶是以夜晨的轮回圣魂天 都是有点难掩颓势 结束了 纪神纵观局势 虽有挣扎 但大局已定 无法翻覆 只能被动防守 白蜜必有一书 如何争 最后一子落下 定乾坤 是吗 夜晨再执子 剔透的白子 落于天盘之上 他眼神坚毅 未到尘埃落定时 因果不显 纪神却是不以为然 淡淡道 那这一子 就让我斩去 你轮回之主的契约 无尽幻象中 夜晨的意志凝聚成形 悬浮于天盘之上 演化的天盘之上 无尽的黑暗之息 遮天幕 一道隐约的影子飘摇 四真四幻 滚滚黑云 崩塌虚空 幻龙九封斩 祭神出手了 森寒的鹤声 乍响天地之间 九柄神剑 筑成一条森然般 剑手不见尾的 黑龙咆哮 张口吞吐间 便是将这片战场 吞入腹中 连时空都无视 接连数道破空声响起 夜晨的闷哼声 偶然间传出 一道剑芒惊事 自黑云幻化之龙的腹部亮起 刹那的神芒 撕开黑龙的胸膛 漫天的龙穴 化作黑雾消散 夜晨喘息声 欲发粗重 待到尘埃落定 他那挺拔笔直的身躯之上 却是多了几个 透亮的血洞 鼓鼓涌动 血液夹杂着碎肉 流淌而下 此刻的他行动也被剧痛所封锁 而那八个血洞 有一个赫然在丹田 不过如此 黑暗之中 一声不屑之音回荡不衰 夜晨的伤口处 死死黑雾 竟是伴着血液 自己体内涌出 活脱脱 像是那黑暗的源头一般可怖 夜晨的身躯 仿佛在不断喷勃黑暗气息 且更甚 一声龙吟 那缠绵于夜晨 周身的黑雾 竟是化作了 丈疤大小的黑龙 将他牢牢捆腹 血盆大口 瞬间便是张开咬下 妄图拧锯了夜晨的头颅 与此同时 帝家 气氛凝重 家主 帝印可有消息 帝臣急忙问道 帝洛摇了摇头 我暂时捕捉不到 不过只要找到夜晨 并有帝印的消息 之前我一直让人查找 夜晨和江美音的消息 如今 似乎有了一丝消息 夜晨和江美音 会合了 但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此刻的帝洛杀鸡凝重 帝臣眸子一凝道 那是不是 只要找到江美音 就能找到帝印 是 帝臣却是轻出一口气 看来 留那个家伙一命 没错 帝洛目露一色 却是见到自己 这个三地掌尖乾坤凝行 在那无尽的废土之底 一声声咆哮哮响起 帝洛也是不由地一愣 瞳孔一凝 帝风华 他还活着 帝洛饶有兴趣地 望着帝风华的神魂 那日被太神与夜晨 联手斩去 不料这残余的神魂 竟然还未散 这人不人鬼不鬼的 叛徒余孽 本来留着也没有什么作用 抹了吧 别留在这世间 给我帝氏丢人 帝洛皮笑皱不笑 盯着帝臣掌尖的 那道虚影 别 我能寻到帝印 哦 帝洛眨了眨眼 示意帝臣将他放出 一缕神魂一散而出 极其强横 即便是被太神与夜晨联手 斩去一半 也未曾彻底磨灭 肖王 帝洛 别杀我 我能寻到帝印 帝风华的神魂 刚被释放 便是感觉到了一股 大道的气息 使而凝固 使而生转 很显然 这是眼前男子 呼吸间产生的恐怖景象 即便是他帝风华 全盛时期 遇到现在的帝落 恐怕依然不是对手 跑 帝风华 已经不敢想了 见到帝臣目露凶光 帝风华也意识到 自己说错了话 家主 家主 我能寻到帝印 我和江魅音大战之时 布下了印记 我能找到江魅音 眼下的帝风华 大气不敢喘 低头面对眼前的青山男子 看来 你这人不人 鬼不鬼的样子 倒也有几分作用 之所以能活下来 是因为 那圣旗卷轴吧 帝落不屑地撇了撇嘴 虽然不晓得 那下面 镇压了什么 见不得天日的怪物 一旦掌控了帝印 太上世界皆在手中 他对于那圣旗卷轴 虽有所耳闻 却也并未放在心上 帝落只肩燃起一抹温润的海蓝色火焰 湛蓝色的光芒 凝成一道灵身 竟然与帝风华先前的样貌无二 帝落袖手一挥 将帝风华的神魂打入灵身之中 一道金芒化作枷锁 疯字印显现 刻入了其眉心 这道灵身 且当你的躯体 比你先前那副鬼样子好看多了 别丢了我帝家脸面 帝落始终不曾正眼 瞧看帝风华 满事不屑 如今的帝落可是今非昔比 放心吧 这道灵身 有我神艳的加持 即便是无量后期强者 想摧毁也绝非易事 帝风华闻言 眼眸之中又惊又喜 一半惊现 一半复杂 带我去 寻将妹阴和叶辰 那叶辰必知 帝海善的下落 寻到了他 也就找到了帝印 帝风华拍着胸脯 眼角余光扫视了一番 低语道 家主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一旁的帝臣文言大怒 当即就要出手 却是被帝落 一直劝退 我喜欢有野心的人 说吧 我要入帝种 这是帝落第一眼 正视帝风华 入帝种 哈哈哈哈 帝落此刻放声大笑 他的身形一闪 鬼魅般无声 甚至连此间天道 都未曾感应 帝落一手探出 静止穿透 帝风华的胸膛 你感受到了吗 这具灵石炽热的血液 在流转 你看 这跳动的心脏 帝风华瞬间 冷汗直流 好快 眨眼间竟然轻易 动穿了自己 帝落在手掌心里 握着自己 那颗跳动的心脏 莫说要入帝种 你若能帮我寻回帝印 我再给你一条性命 又如何 帝落的笑容 十分猖狂 那是帝市审判 苍生的自信 和霸道 是 家主 听闻此言 帝风华的眼眸之中 展出炙烈的光滑 别人或许难以企及 但眼前的帝落 乃是太上世界 数万载以来 最有可能踏入 那传说之境的男人 去吧 找到帝印 解决不了就换我 帝落抛给了他 一枚灵印 能否回归家族 就看你自己了 画面回转 叶辰自然不知道 帝家已经忍不住 要对他出手了 他现在也没有畏惧 帝家的打算 更没有思考 其他处境的打算 此刻的他 只感觉一股力量 包裹着自己 轮回圣魂天 疯狂运转 他要挑战自己的极限 瞬息间 继神所值的黑子 传出阵阵嗡鸣 满盘 钉足 皆是在轻颤 面若少年的他 似乎是早有预料 嘴角轻轻 向下一扯 遗憾道 即便是轮回之主 仍是难改 这般结局嘛 虽然胜了 但继神 却是并无 半点喜色 这无尽的岁月以来 他都是在 与刀地尝试破局 直至生命的尽头 万般变化 都是上演 但结局 无一例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